大家好 欢迎来到凡人趣日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芒果冰淇淋 把芒果切开 用一个薄边的碗 很容易就把果肉刮出来了 这个杯子口比较小 比这个碗要容易点 称一下重量 加两勺牛奶 大约50毫升 称出糖粉 125克 杯子提前冷冻半个小时 倒出大约400毫升的鲜奶油 把糖粉加进奶油中 刚开始打的时候 奶油是液体状态 一两分钟后会变得越来越浓 并且有漂亮的花纹出现 继续打一会儿再停下来 提提打蛋器 奶油成固态了就好了 加入打好的芒果泥 轻轻的搅拌几下 不要搅的时间长 然后送进冰箱冷冻一个小时 看我这个玻璃容器 上面上了一层霜 因为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最重要的一步 是把这个玻璃碗放到冰箱里冻了半个小时 再将已经冷冻一个小时的冰淇淋倒进来 这个玻璃碗呢 也放到冰箱里冻了半个小时了 好 这回盖上容器 放到冰箱冷冻就行了 再送回冰箱冷冻一夜 这款芒果冰淇淋味道非常浓郁 口感丝滑 入口即化 它的膨胀率在80%以上 属于硬性冰淇淋 有一首歌词唱到 有你就有好心情 像夏天吃到冰淇淋 可见冰淇淋是最具人气 老少邪爱的消暑盛品 总结 芒果肉250克 牛奶50毫升 打成泥 杯子提前冷冻半小时 鲜奶油400克 糖粉125克 把奶油打发成固态状 倒入打好的果泥轻轻搅拌即可 盖上保鲜膜送入冰箱冷冻一小时 容器提前冷冻半小时 倒入容器中送入冰箱冷冻一夜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分享 欢迎点击凡人趣日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